大家好,我现在是在湖南的长沙 这里是长沙的三一大道 挨着湖南省管店中心的 这边呢,直走右拐大概是五六百米就有地铁口 地铁五号线马南三站一号出口 今天呢,主要是带大家来看一看长沙非常有名的一个酒店 也是亚洲乃至世界最大的中餐厅 相信很多人应该都听说过了 就是长沙的西湖楼 如果大家用手机导航过来的话 它只在岳湖公园北站的地铁口下 这个距离离这里还是有点远的 大概有1.6公里的样子 所以大家直接在马南三的地铁一号出口下就可以 这样就可以避免少走路 好,我现在已经进来了 前面可以看得见有一个很高的塔 那就是湖南省管店中心 我现在这个中间位置给大家环绕一周吧 前面呢,还有一个高架桥 据说在长沙西湖楼每天都可以看得见不同的明星 同时呢,这个创始人也和各大明星都合过一眼 反正长沙很多的明星都会来这里吃饭 这应该也是一个旅游团在这里集体打卡拍照 这个西湖楼的占地面积非常巨大 达到了4万平方米 它同时可以兼容4500多名人就餐 关这里的员工就有1000多人 据说年营收入可以达到1亿元人民币 拉近距离看一下这个城墙 还有三个城门 它的整体建筑全部都是采用仿古格调 兼有明清宫廷建筑的气势磅礴 和江南园林建筑的秀美 总体的一个格调呢 又有点类似于北京的故宫 不得不称赞一下 简直是餐饮界的航空木舰 真的是非常的奢华 现在可能是疫情期间 人没有看到想象中的这么多 但是每年在此打卡 游玩的客人可以说是前夫后拥 络绎不绝 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中餐厅 下面我们具体看一看里面的一个情况 这上面雕刻的都是很多花纹 在2004年10月份 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 认证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大酒楼 除此之外 2006年也被誉为长沙首个旅游五星级酒店 这边的这个雕像真的是非常的霸气 真的和这种皇家园林没有什么太多区别了 在这个城门的前面呢 还有四个这种石狮子 都有一个绣球 前面大家都在看的就是这个 酒店的创始人和各大明星合影的一些照片 人太多了也看不到 反正都是非常著名的一些明星在这里来过的 有人说进入这个西湖楼啊 就感觉自己来到了这个皇帝的三宫六院 七十二宾飞的这个地方呀 我们可以看得见啊 它这里面有独立的供楼交错 有商有水 平台楼阁都是取境通幽的 它里面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 城内每一栋楼啊 每一个房间都是一个酒楼 一间包房 而且按照不同的建筑风格与菜系 西湖楼分为香菜区 宫廷御膳区 粤菜区 西湖街小吃区 一共四个区域 每个区域 主营的菜系都不同 各有一个专属的厨房 以满足不同的时刻 不同的档次的消费需求 而餐具的菜单 专修风格都不一样 现在我们去走进去看一看吧 其实很多没有去过西湖楼的人 听到别人的介绍 西湖楼的外观如何专利的时候 都会潜意识地认为 西湖楼的消费水平一定会很高 但其实西湖楼的人均消费水平 有20 50 200元不懂的水平 它囊括的范围非常的宽广 包括了高中低档的一个消费 大到各种满月酒婚宴 小到情侣浪漫的晚餐 各种旅游团的一个聚餐 这也是长沙来自中国 唯一可以称霸全世界最大的中餐厅 你看这些柱子和这些窗户 设计的这个整体形态和北京的故宫 紫禁城有什么太多区别了 所以长沙很多的本地人都会把长沙的西湖楼 欲为长沙故宫 现在我们主要去看一看里面的这些装饰风格 看看到底是有多么的奢华 不知道在这里上班的员工的工资待遇怎么样 应该是一种享受吧 这边是一个花轿很有年代感的 好 现在我围着这个楼隔了 给大家走一圈 走一圈之后 然后再到楼上去拍一拍 反正来过这里吃饭的人都会觉得这个地方高端 大气上档次 而且服务态度很好 味道呢也是非常不错 据说创办这所中餐厅的一个董事长 是一名非常低调的女性 她叫秦宁芝 那么她的初心呢就是衡扬香菜文化 以至于后面日新月异 打造成了一派相处谨慎 不管是服务设施 还是这里的雕囊画柱 加上这些亭台水泄 我觉得来长沙呢肯定是必来的一个地方 下面我们走到这个楼庭 就准备去楼上去看一看 这个中餐厅真的可谓是称霸世界呀 这个构思精巧 我估计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得到 它这个楼层呢有好几层 我只走到二层 给大家简单的来看一看 还有电梯的 站在这个上面呢感觉非常的壮观 香江北去千重难 爽气难来第一楼的这种感觉 真的非常的壮观 当然了西户楼主要的一个愿景 就是以一个团结拼搏 勤奉好学的精神 来迎接我们这些游客 里面呢这些是这样子的 给大家来看一看 是不是感觉非常的大气呢 现在我准备走到这边 给大家来看一看 这边可以很清楚的看得见 这个湖南省管店中心 在这个上面的登高远望 看这个城墙呀 以及看这个长沙的四戎的面貌 还是不错的 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 有没有这种心动的感觉 想要来一次呢 反正我觉得体验一次还是可以的 真的是太辉煌了